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把伊拉克部队驱逐出科威特的战争中 地面部队进攻的时间只有四天 其实在第三天 伊拉克在科威特的部队就全面崩溃了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开战七个小时之内 伊拉克的指挥系统就基本上瘫痪了 不到一天的时间 巴克达都能听到爆炸声了 在夺取具体城市的战役中 也往往是不到一天时间 或者一天多一点的时间 就可以让对方的指挥系统崩溃 这个是现代战争的一个常态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已经过去六天了 乌克兰依然坚守着绝大多数的重要城市 更重要的是 乌克兰依然有着有效的 成建制成系统的正规军的抵抗 这就是说 乌克兰的战争体系几乎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现代战争不是这么大的 这非常奇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我之前的分析中 我和大多数的分析人士都认为 俄罗斯试图在控制战争的规模 就不愿意造成过大的伤亡 以给国际社会一种印象 这是一个确立了战争边缘的有限的战争 或者如普京自己所说的是一次违和行动 但是随着战争的进展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 这个可能并不完全是俄罗斯人预计之中的一个战争模式 俄罗斯确实希望控制人员伤亡的规模 这个没错 但是这个是第二位的 第一位当然依然是要达到自己的军事行动的目标 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常识 对吧 那么俄罗斯达到目标没有呢 很显然 几乎完全没有达到俄罗斯预想的目标 已经六天了 到现在为止 绝大多数主要城市依然在乌克兰人的控制之下 俄罗斯也没有完成对乌克兰主要城市的包围和封锁 甚至它连乌克兰对外联系的网络都无法切断 而反过来 俄罗斯也没有因此被国际社会原谅 认为俄罗斯一方的士兵死亡达到五千多人 但是目前比较公认的死亡数字是 双方丧生的士兵的数字是相当的 分别都在一千五百人左右 这个数字的估计是来自于卫星照片 救护车往来的数量 通讯的监听和各种媒体报道的综合的分析 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当然 俄罗斯是采取了一贯的对国内隐瞒伤亡人数的做法 他们必须要避免自己在国内遭到更大的反对 对吧 但是这还是显得相当的奇怪 因为俄罗斯如果是在刻意的避免大规模的战斗的话 那么你控制自己士兵的死亡人数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对吧 所以目前越来越多的军事分析人士认识到 俄罗斯可能出现了两个主要的问题 第一个是他战略信息的错误 美国成立于二战期间的一个非常资深的情报分析机构 叫海军分析中心CNA 他的一位资深的军事专家叫Michael Kaufman 他表示说 他一开始也完全搞不清楚俄罗斯人到底想干什么 俄罗斯的军队似乎是在缺乏明确战略目标的闲逛 从卫星图片上来看 他们的目标是要打通从乌克兰西北部边境到基辅的通道 那么这个自然就要占领一路上关键的桥梁要到城镇 但是俄罗斯的军队的行动 往往缺乏协调性和组织性 经常你会看到坦克和步兵是分离的 运输车队和坦克是分离的 有这些现象 这就使得俄军的后勤补给相当的混乱 那些单独行动的单位 单独行动的小分队 就成了乌军袭击的好目标 这个看上去似乎俄国人是在没有完全计划好而很随意发动的一次进攻行动 但是我们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上陈列大军已经好几个月了 最早的部署是去年四月份就开始了 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可能缺乏一个完整的军事行动的计划呢 Koffman认为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俄罗斯完全误判了乌克兰国内的局势 最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情报机构进行的战前的研究分析 这个资料被泄露给了英国专家 俄罗斯人的研究说 乌克兰人总体上对他们的领导层不满 并且对他们国家发展方向感到悲观 俄罗斯的入侵可以迅速的瓦解乌克兰政府的执行力 不会遇到太大的抵抗 这个是俄罗斯的战前的形式评估 瑞典国防大学战争研究系的教授叫Henrik Paulson 他说 俄罗斯人很有信心在48小时之内达到基辅 他们的大部分决定都是围绕这一点做出的 这是一个不现实的假设 他接着说 我们没有看到俄罗斯军队以任何系统的方式使用联合武力 什么意思 我想他说的意思就是没有看到系统性的协同作战 相反 他们似乎选择在没有足够的协同或者后勤计划的情况下 派出孤立的部队 如侦察部队和散兵部队 如果你认为你只会遇到象征性的抵抗 那么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战术选择 但是到目前为止情况并非如此 美国战争研究所俄罗斯首席分析师他叫Mason Clark 他认为普京严重的误判了 他认为乌克兰军队会迅速的崩溃 他制定的进攻和速度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计划 所以俄罗斯会避免使用极具破坏性的 像集中的导弹攻击空袭这样来摧毁乌克兰的防御阵地 普京想以此来证实他说的这个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的这样的说法 这个错误导致乌克兰在战争初期获得极大的主动 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主要国家都声明支持乌克兰 并且对俄罗斯进行了空前的孤立 很明显越往后拖 乌克兰人胜利的希望就越会鼓舞更多的人 如果乌克兰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 哪怕是某种程度的对峙 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说都是一种可怕的 存在全面崩溃可能的危险 但是我们一般认为 俄罗斯显然要强大的多 俄罗斯存在军力不够 无法拿下乌克兰的可能吗 这种可能不大 但是还真的存在 我们来看一看俄罗斯存在的第二个大的问题 我们看到俄罗斯不是不想立刻瓦解乌克兰的指挥系统 他们在战争发动之前 就曾经试图去攻击乌克兰的政府 金融军事等等网络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 俄罗斯使用的是较为过时的网络攻击技术 所以并没有对乌克兰的网络系统造成太大的影响 在战场上 我们看到大多数俄军装备的是老旧的T-72坦克 T-72是个什么坦克呢 这是一款在1969年开始量化生产的主战坦克 到现在都已经半个世纪了 而几乎看不到俄罗斯最新的T-14 有一些军事专家指出 在乌克兰执行任务的俄罗斯军队 装备的大多数是来自于冷战时期的武器 在2014年 俄罗斯在吞并克里米亚的战争中 使用了自己的无人机技术获得了成功 但是这一次 他们的无人机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 为什么呢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乌克兰有了干扰无人机控制的设备 而俄罗斯没有迭代自己的技术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战争发展到现在 俄罗斯都无法完全获得空中优势 俄罗斯空军出动的次数很少 这个使得很多人感到迷惑 可能的一个解释是这样 一来呢 可能他们过于的依重于无人机 二来呢 可能他们的导弹的制导精度不够 空中打击会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 美国著名的分析公司 兰德公司 他有一份报告指出 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存在严重的资金不足的情况 他们可以开发出非常复杂的系统 但是无法大规模的生产 俄罗斯的工业生产的能力不足 这就使得俄罗斯在新的军事技术的开发上 只能更倾向于战略武器的研发 那起码它是有威慑作用的 对吧 比如说去研发这个突破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超音速的导弹 这个它是可以做的 但是对于常规作战的改进是非常有限的 甚至出现俄罗斯在常规武器的改进上 它目前主要还停留在改善苏联时期留下的那些武器设备上 它没有做换代的更新 但是虽然存在这两个重大的问题 但是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依然是要被达成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大城市的进攻 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可能会放弃 自己之前的避免郭大人员伤亡的原则 这也可能会使得战争的残酷程度大大的提高 双方第二轮的谈判即将展开 我们继续为战争的结束祈祷 好 以上是今天的明察秋毫 谢谢各位观众的关注和支持 也感谢后期的制作人员 我是主持人Nary 我们下一次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电视频道